嗨,大家好,新年快乐,农年型大运,好事弄中来 那今天呢,就是已经出事了 放假的日子总是过着特别快 那初夕当天呢,我们就是跟长辈们吃团圆伴 然后互拜个早年,然后呢,就是包红包 那再来的话呢,初一,初二,初三呢,我们在高雄旅行 好,那我们这次去了旗津逛一逛 然后一些景点拍照 然后下午呢,就回到饭店休息 然后晚上就是见了老朋友,一家人 然后就再回到饭店休息 第二天一早呢,我们就先去做了清轨 日本,不是日本,是高雄的清轨 然后还有去看了黄色小鸭 然后呢,还有去博厄特区 那原本要在博厄特区就是逛市集的 后来有人告诉我们就是新乐街呢 有过年难得的丰路市集 所以我们又到了新乐街去走走逛逛 那我觉得也是很好逛 那逛完之后,我们就回到饭店休息 那晚上呢,我们就去佛光山走一走 好,那我们就到佛光山去 哇,我们不知道说佛光山过年 竟然就是这么的热闹 它竟然各国的人都有 然后呢,非常的热闹 气氛非常的好 然后呢,哇,看到很多外国人 我想说是不是有些什么 免费栽办之类的 所以才有很多人 其实并没有 是他们都有在那边 他们有办大学还是什么的 然后就很多学员就是回馈 然后会在那边就是表演 然后有花灯 然后还有飞龙在天 蛮有趣的 然后还有烟火 这个灯光秀 那烟火秀我们是没看到 因为它现在就是分散在不同的 这个三塔位里面 所以我们没有看到烟火秀 只有看到跟光秀 那我们回来之后看到别人拍摄的影片 真的好美哦 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再挑战 那佛光山我觉得很满足的地方 就是还有素食的小夜市 全部都是素的 有好多好吃的东西 但是无奈何我们的胃实在是太小了 所以没有办法就是全部长片 只有吃了一部分的东西这样子 对 然后出战的部分 我们就顺道到银旅去玩 然后就这个五年前岁 那刚好呢 这个公园非常的有特色 非常的有巧思 它设计的呢 就是一个很多的假山造景 然后很好拍照 然后呢 它小小一块呢 就是这里可以走很久 那它最有特色就是那个龙 可以进到船底下 然后还有床上去 然后最后再出来 然后73个景点照的路程之后 大概快的话一个小时可以完成 那下雨天的话还不建议 那到庙口的时候呢 就是有刚刚也是有很多的市集可以谈 我就吃了素食的大阪烧 我也觉得还不错 那有看到很多立委在发那个红包 我们想说 哎很好哦 来去排 原本以为是200块 就才1块钱 就是有一点小失望 然后最后就回城了 好 早上出山早上还有去北港 好 然后去买我们最爱吃的大饼 然后再来去就是个五年前 所以最后就回城了 然后今天出事呢 是要跟丈夫先生这一边的 这个亲戚家人们一起吃饭 然后明天呢 就好好在休息一天 初六就准备开空了 那新年快乐 不晓得大家过年过了怎么样呢 也可以欢迎底下留言跟我分享哦 拜拜 拜拜